看它的尾叉就知道机器它不一般 看上来 看到充电口 个个雪白 这种话基本都是充电 只有个位数了 二手机中的天花板级别 DNA级别兄弟们 那么什么是DNA级别的二手机 看上来 这是十三炮的512G的充电一次啊 原本我自己充电两次 两次 三次 一次 看这个屏幕 这笔货的话 咱们到货全部都带这个膜 看这个屏幕怎么样 简直是跟新机没啥区别啊 屏幕的话也是完美无瑕的 充电只有一两次 看这个边框 完美无瑕 那个屏 像这种外半机的话像屏幕这么亮的非常非常少见 因为这种的话它是充电个位的 这个的话它屏幕很完美是比较正常的 看看这一把怎么样 这一把我电池效给八十九 八十七 八十九 八十八 但是的话边框啊 咱们看一下 这个边框的话都是比较完美的没有什么磕碰划痕 都是一个九九星是没问题的 屏幕也是完美的 像这种充电一两次的机子兄弟们 如果你是因为它是换电池的 水母你的境界还没达到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要少而已 而且的话这种 电池一百和这种八十多电池的话 拿货 差价有三四百一个差价 因为这种的话就是一个准心机状态 充电更为素的 什么是GA等级兄弟们 就是它的层次的外观啊 基本都是能够充心的 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磕碰和划痕 就它的一个等级比较高 橙色比较新的一个意思 这种货兄弟们现在设计上面非常非常少 因为它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而且的话也比较少见 因为的话它都是不需要你去整备的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损耗的 不需要你去打磨个屏幕呀 换个盖子也是吧 这都是不需要 都是充心九九星级别的 没有任何损耗的原装货